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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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可不可以实行这些转会的联想 首先找到高比 球员寻找交易是不行的 刚刚完成签约 无法在15天内被交易 所以交易高比这个大打的想法 我们要放到15天之后才可以 才可以想 于是我就无意多十多日 看到我们无意的战争非常非常差 好 三胜七负 都还没说完 大家不是说扔我老基治出去交易 但他还要双HIGH 你说烦不烦 真的好HIGH 我现在 下背拆伤 又要过多几天才可以交易 又无意多几天 战绩又继续下降 今次老基治就没有受伤 我还是找到高比 看看提出交易如何 但看到他4个升 而且他目前只有76 就这样交易他 似乎就不太容易 我也是尝试过BODY HEAL 加上前三的选手保护拳 第一轮 但魔术这边也是不肯的 好了 那我就继续找下一位 使徒即高 大家都说 他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射手 一看 原来他是脊椎受伤 2-4个月不能打 那这个人又不用想 那两个候选人 其实都是不行 不如我们就尝试调转 那我们就要交易这个老基治 那一于就看看 用他来尋找交易 看看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方案 那比较可惜的就是 除了这个单换卡平頓 算是可以 平级还要下降 那似乎这一招就走不通了 那后来我就想 不如拉上BODY HEAL 好了 他们两个一起尋找交易 看看有没有好的方案 那前面那些提案都是一般的 第8个这里 沙城帝王 BODANOWE和亚伦 没错了 重新回到原点 我们又要回亚伦 BODANOWE其实真的不错 老实说其他提案都不行 这个确实是不错 但是你说 是不是有太大的改变呢 那又未必 那就真的未必 所以最后我都没有提出交易 那跟着我们就看看VALEN 哇 新秀已经83个总评 A加的3分 尋找交易就没有提案 VALEN看到4个半星 基本上是没可能交易都过来 除非我们用大米去换 那大家都提过 米道顿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但是他这里又说 刚刚完成签约 没法在10月15号钱 死啦 全部都跟我们作对 那现在是 那接着大家都有提过的奥拉迪普 奥拉迪普 奥拉迪普的话 这个CJ交易的方案 似乎就还算可以 因为我们可以赚到奥连尼克 从这个星星数 我们也赚了半个星 那我就有点糾结了 那毕竟是CJ 我肯定不想交易出去 那我就困住了 想找其他方案 但是我用尽了所有的办法 都始终是交易不到过来的 真的 其实什么办法我都用过的 老机子也用过 Body Heal也用过 两个搭我也用过 其实都是不行的 那接着我又不死心 又试试匹配加易 那现在就变成了 大米加二轮兽 就可以换到奥拉迪普 加薩布尼斯 那但是大米又 我又始终也不想 那么轻易加易出去 那现在就变成了 很久热了 那之后的时间 我就想起Devon Brooker 但是三个提案 始终我们的牺牲都不小 最后这个可能是最好的 但是又要陪上一轮兽 又要陪上CJ 啊 始终都是差这意思 之后我又找了这个 座津王拉雲 几乎把整队都掉上去 但是都是不肯的 哎 好累啊 那老实说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家 也是这个米道顿 我也想他过来 但是他又是说要12月15号 继续毛衣下去的话 我们的战绩已经是非常差了 我不知道继续毛衣下去 结果是会怎么样 我无法想像 那我就这样卡了 都挺久的 我看到剩下的 这五六场球 又不是太强的 对手 我就打算继续毛衣 结果的电脑根本就不想 让我们赢球了 又是输到飞起 那我已经是无语了 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看看阵容 卡尼斯坦也是刚刚才伤 那我们这个阵容 虽然不是说要奪冠那么夸张 但是也不屎啊 五勝十三负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怎么玩下去呢 你说了 我的头都痕了 我看看这个战力排行榜 太阳都在我们前面 什么阵容 这个阵容比我们更厉害 难道又不是啊 哇 他也十三勝四负 那我们什么意思呢 五勝十三负 纽约都九勝七负 有什么人呢 来看看 AI86 普森基斯89 根特84 那也是这三个而已 我们也有四个八十加 加上body heal也差不多八十 这个骑士 又上来了 那我们五勝十三负 究竟怎么玩呢 现在就真的样样都不顺了 我想要米道顿 他又说要我再无议多一个月 再无议多一个月 再无议多一个月 我们什么战绩都不知道 还能不能打到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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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继续玩下去 好想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起死回生的方法 我就真的无得搞了 希望我们这个波特蓝模式不要就这样终结 季后赛第一轮就被淘汰 上一个赛季好像不是很好 希望看到大家的评论 喜欢的朋友们 希望多点点赞 三年拯救娘娘家主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